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顺老周啊 那今天是2022年的6月2号啊 我们继续推推推 好 那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两件啊 在推特上我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 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叫综合日本的网友啊 那么他在推特上呢发了几条推啊 讲了一个事情啊 标题叫做首位竞选日本国会议员的华人已经梦断了啊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我就看了一下啊 那么什么情况呢 我给大家捋律 就是说有一位啊 日籍的这个华人啊 就是其实是日本人已经入日本国籍了嘛 他的日本名叫原田优美啊 中国名呢叫刘丹宏啊 那这个红字呢就是那个学里红的红啊 我看了一下这个字呢 我觉得这个人的父母应该挺有文化的啊 因为这个字一般人就不太用啊 也也写不出来 反正我是你要不让我看看 我是写不出来的啊 我的父母肯定也也不认识这个字 那么呢这个刘丹宏呢是福建人啊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是福建福州福州人啊 毕业于那个厦门的集美大学啊 然后啊就是这位姐姐啊 那么目前还担任日本福建 经济文化促进常务副会长啊 叫原田优美啊 那么这个人呢 他被日本的一个党啊 叫做NHK党啊 呃就是一个小党啊 那这个日本我们知道他是实行多党字的啊 他是可以公民的话 如果愿意 他们只要达到一定的人数规模都可以申请 成立一个党啊 然后去参加竞选都是可以的 那么NHK呢是日本的一个小党啊 那么这个党 呃通过其他一位姓高的啊 中国人也是日本的一个中国人 他的介绍之后呢 呃在党内啊已经决定啊 这个原田优美去参选 作为他们党的代表去参选啊 这个参议员啊 那么接着这个NHK这个党呢 决定要把这个呃 刘丹宏推选出来参加这个竞选之后呢 发生了几件事情啊 第一就是说 这个党的所有人都联系不上 这个刘丹宏了啊 他彻底关机了 然后呢周一啊 等到这个原田 也就是这个刘丹宏开机之后呢 那么他这个呃 党的党首啊 丽花就邀请他过来谈一谈 但是这个呃原田就说 我要带着律师去谈 把这个丽花孝志呢给吓坏了啊 那么丽花孝志就问他说 你带律师来干啥啊 这个这个原田就是这个刘丹宏说啊 我要对付什么诽谤重伤的问题 那么丽花就是推特上确实已经满增风雨了 但是 丽花说呢还没有注意看 那么丽花就说你 你一个周末都是关机啊 我们的人你也没有联系过啊 推特上你也没有看 那你 你干嘛要带着律师来对付什么诽谤问题 就是你连问题都没搞清楚嘛 对不对 然后呢丽花就当时就要求原田回答 他们这个NHK党的这个杠司长 应该相当于秘书长这样一个人 叫黑昌敦言吧 杠司长就相当于秘书长这么一个人的质疑 你到底喜不喜欢中国共产党 这个问题问的挺有意思的 喜不喜欢啊 好 那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NHK这个党啊 就看到外界有很多人质疑 这个刘丹宏是中共的间谍啊 所以他们就想让刘丹宏表态啊 撇清之策嫌疑啊 那这样就没问题了嘛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刘丹宏根本不搭理黑窗啊 反而在推特上说了 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我不是以喜欢或讨厌来从政的啊 没有中国国籍就不能成为共产党 我也没有路过党啊 就是说人家问你对中共什么态度 他说我没路过党啊 这不明显的大非所问 必中就情了啊 那也就是说 他不想告诉大家 我到底喜不喜欢共产党了 那么看到刘丹宏的这种表现呢 这个NHK党呢 就就可能有点纠结了 就是这样子我们 可能不应该去推选这个人 去参加这个竞选啊 因为NHK党呢 本身也是对中共是很不喜欢的嘛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说原田已经把600万保证金付到账上 付到这个党的账上了 利花又闷了 就说你交钱交得那么积极 但是让你表态 你又不愿意表啊 随后 所以最后呢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这个利花啊 也就是这个党的 NHK党的这个党首 他决定啊 基于一个候选人周末 关机两天不联系 自己又不能回答最简单的质疑 还要听别人指示 不能脱干净 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三大理由啊 放弃了 原田 就是不再推选他去参加这个竞选 那这个事情呢 就在我看来有这么几点啊 就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一 这个中共的统战工作啊 绝对是无孔不禄的啊 那个NHK呢 是日本的一个小党 这个小党的宗旨就是说 他只要觉得你这个人没有大的问题啊 没有根本性的大问题 然后 你愿意自己出钱 那么他就会推选 只要你热爱日本啊 能够维护日本的利益就行了 那么这个所谓的原田优美呢 很显然就是装了这个空子啊 他自己准备花600万 应该是日元吧 然后去参加这个竞选啊 想把自己 包装成日本的这个政界的这个名流嘛 就是原来是企业家啊 他现在不满足了 在日本去从政了啊 想做这件事情 那么正好有这个党啊 他只要收钱 用立花本能的话来说 只要他愿意收钱 只要他热爱维护日本的利益 基本上他都愿意提名你 那么看到这个推特呢 我有一个感冒 就是这个人金啊 走到哪里都是人金啊 像这个刘当宏这种人啊 在国内他就是人金啊 那么出了国到了日本 也是非常精明的啊 他看到日本的这个制度啊 里面有这样的政党啊 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 那么他就 哎 立刻就去抓一个空子啊 不是出钱就行了 哎 我出钱啊 然后你们退选我去参政啊 哎 我我这个立刻 这个身份地位就提高了 我就不止 不仅仅是一个商人了 你知道吗 我就立刻可以将来就是 可以说是我在日本 是吧 是政界的名流了 我我继选过参议员的啊 这多风光 哪怕选不上也没关系嘛 回国之后啊 人家介绍我的时候 都会多一个光环嘛 啊 所以这个刘当宏这种人啊 就是非常的精明啊 所以呢 我在这里留了一句评语啊 就是说民主国家的政党啊 必须注意中共的渗透啊 除了刘当宏这样 背景是容易查出来的 还有很多像古艾林这样的 二代啊 或者三代啊 他们更隐蔽 更深入 危害性也更大啊 那么刘当宏这件事情呢 没有酿成一个大错啊 因为他 确实他有留下了太多的痕迹 跟中共之间的这种 统战的部门的这种勾兑啊 这种他的背景 就是很容易被人查出来啊 呃 去年2021年的这个春节啊 湖南卫视搞了一个什么晚会吧 就是什么全球华人华侨春节联欢晚会 然后把他给邀请回去了 参加那个节目 作为一个重点的这个呃 对象啊 重重重要的嘉宾 那么说是在晚会上面还这个 不想得罪啊 所以这种人很惊的啊 然后中和日本这个推友啊 还爆光了这个介绍人啊 就是把这个刘当宏介绍给这个NHK 这个党的中间人啊 是谁呢 啊 是维新党的高益勉 啊 这有意思啊 这个高益勉呢 我看一下啊 他还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啊 2010年的时候 还跟胡锦涛合过瘾啊 在人民大会堂 也是一个非常红的哥们啊 你看他这个展相啊 典型的中国官官员的这种 这种长法 你要说是一个 那种草坤阶层根本就不像啊 所以这个人呢 我也没工夫去调查他的背景 反正这个人呢 现在也在日本啊 然后是他介绍这个 或者说他鼓动 他牵线大桥这个刘当宏去 利用NHK的这个党的这种 这种推举 那个参选人的这个机制啊 来装这个空子啊 都是很惊的啊 很惊的 你看这个高益勉在国内就很惊啊 那个能知道利用北大 北大这个研究生啊 来镀金啊 然后呢 又能够混入这个人民大会堂 跟胡锦涛合影啊 这一般的学生做不到 因为我在北大待了五年 我知道这个 大部分这种草坤的流 草坤的这个北大的学生 你根本做不到啊 那么你一定是很善于钻影 或者是有那个门道的 有那个路数的人 才能够在这个方面啊 去去成为这种学生干部啊 或者什么样子 然后被搞到这个 拿到这种跟胡锦涛见面的机会了 一般学生做不到的啊 一般学生都是一心向学 或者是像我原来在北大就是想考学术啊 就是研究中国问题啊 带着那种天真啊 非常美好的一些愿望啊 不会想没有心思 根本没有一分钟想过要去搞这种事情啊 那北大虽然是都是同样的北大 但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这种人呢 就代表了 还有古爱宁这种人啊 还有这个刘当宏 都是代表那种 中国的那种非常精的那种人啊 说的好听点 叫精字利己主义嘛 说的好听点 就是很精明的一批啊 我之前就说过北大也有不少这样的人 所以我希望啊 在海外的华人 还有海外的民主国家的正常的人都要注意 中共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啊 刘当宏呢 不足为惧 因为他 他的背景资料太多了 他应该是第一代移民啊 所以这个背景资料很容易查到 但是他的子女啊 或者说他的子女的子女 那这个就很难讲了 但是这种对党国的这种效忠 有可能是通过家族遗传下去的啊 就像那个古爱林一样 民主国家的政党啊 要注意考察这方面的事情 我不是说中国人不要参政从政 中国人要积极地参政从政啊 但是同样反过来 民主国家的这些政党啊 你们要对这些有中国背景的候选人 要看清楚 他们是不是跟共产党是一路的啊 否则 是会酿成大错的啊 好 那么这件事情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巴切莱特啊 反华的事情啊 那么最近呢 就是很多人在网上吐槽 我们都知道巴切莱特呢 前两天就是到中国来进行一番这个访问吧 最早他说的是去调查调查中国的新疆的这个维吾尔族人权问题 结果呢 后来变成访问了啊 那么访问匆匆慢慢的结束了 然后就搞了一个匆匆慢慢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 发布会的总共45分钟左右啊 然后回答了几个中国安排好的这种官媒的这个记者的问题啊 然后就走了 我们对新疆呢 这些一些敏感的问题呢 都是语言不详啊 不愿意做正面的回答或的评论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他的这次的这个 对新疆人权问题的这个调查呢 是非常的 就是形式主义啊 然后最近呢 他又说了一句话啊 让这个外界很愤怒的一句话 就是说他 说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关于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状况的这个报告啊 他要跟中国政府协商之后再发布 那么这份报告呢 其实这个联合国的人权组织这边啊 其实已经准备了很久了啊 那么一直没有发布 然后他这个调查完之后 或者说访问完之后 他现在说要跟中国去协商啊 才能把这个报告发出来 那这个就非常恶心啊 非常恶心 因为你 你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和组织啊 你去调查一件事情 结果你要跟被调查的人商量过之后 才发布 这个像话嘛 你给谈谈呢 联合国的这个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啊 所以对这件事情呢 我做了这样一个评语 就是强烈反对 国际组织任命各国的退休政客来担任官员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像这些联合国啊 这个还有他下属的一些国际组织啊 什么世界上这些重大的国际组织 他们的官员 就他们里面那些干事的那些人 其实都是各国政府提名的 那么提名的都是谁呢 都是各国政府啊 之前的现任或者 以前退下来的这些政客 然后呢 谭德赛还有这个 巴切莱特啊 现在都是被中共啊 拿钱砸下来的这种拿钱砸中的这种对象啊 所以我说强烈反对国际组织 没有了老百姓的监管 因为这些国际组织其实是游离在老百姓的 就我们这些世界公民的 全世界人的这个直接的监管之外的啊 那么他们 全部都很容易被中共收买 因为这些人也想捞钱啊 钱是好东西吗 谁都想要啊 那么他们原来从政干革命那么多年没捞到钱 现在到了国际组织 哎没人管我了 那不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啊 那他们自然就有这种捞钱的欲望啊 而中共呢通过去收买这些国际组织呢 可以捞到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让这些国际组织呢 去为中共去掩盖啊 或者去为他鼓吹 然后呢 中共就可以拿着这些 国际组织的这些言论啊 这些官员的这种评价或者言论呢 拿回国去洗脑 或者去堵一些批评者的这种口啊 就像当年 我们全世界都指责中共这个 对疫情管控不好 他导致这个病毒从武汉啊 呃呃 蔓延到全国 甚至走出国界蔓延到全世界的时候 呃 世卫组织就站出来为中共袭击嘛 呃 所以中共有这样的需求啊 然后呢 这些政客呢 也有这样的捞钱的欲望 所以一拍即合啊 中共就拿钱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去中共说话 那么唐德赛 巴切莱特呢 都是典型的例子啊 而中共呢 就是因为拿钱收买这些官员 非常成功啊 所以他们慢慢就产生了一种观念 就是这个世界啊 很多人都是可以售卖的啊 他们就从中找到了信心 你知道吗 找到了一种向全球去大撒币 去这个花钱 去渗透全世界 对全世界人民进行洗脑 这个渗透的这种勇气啊 那这就是习近平老是强调 这个自信那个自信的来源之一啊 一个重要的来源 所以在我看来的啊 这种国际组织 特别是那些关系的 什么人权啊 什么气候啊 环境变化啊 等等这种全球人 人类的这种共同利益的这种国际组织 它的官员 应该是由全世界的这些居民 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啊 那么这个讲起来是有点远啊 离现实非常的远 但是我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啊 还有这个全球啊 民主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最终是会走到那一天的啊 希望那一天能够尽快到来吧 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别忘了点击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 转发留言点赞好吗 我们下期见